那别吵啊 想办法呀 就是他这个态度我就 我听明白了吗 实际上没说白了 就是你跟他家里面人在置气嘛 置气直到最后 反正现在就按婚前的鞋定来嘛 你们不是谈了三年吗 都没看清楚这个人啊 我俩是认识三年多 然后结婚不到一年 应该是两年的时间 不过这两年的时间 他一直对我挺好的 对啊 那他这个伪装也太厉害了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他在金钱上怎么样 我能嫁给他 就是因为他对我好 不不不 你不 因为这个事是变的嘛 咱别恪舟求见嘛 先生说的特别现实嘛 我过去是要到单位看你的 因为我们只能在单位见 你单位楼下有卖栗子的 我给你买 现在我农忙的时候 我回家了 我平常咱俩是住在一起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我咋还给你天天买栗子嘛 那为啥就不都买 他的行为就变了嘛 那是个日常生活 那是要去约会嘛 是不是啊 他那会儿去看你是不是约会啊 现在不是日常生活嘛 您提了要求人家不也买了吗 所以你对那个的期望值 是不是过高了 你对所谓好的标准 是不是你的期望过高了 这是其一 其二是打你们结婚开始 是不是两个家就没有合在一起啊 没有 一直是他在我 对吧 因为各自心里面都有一些小算盘嘛 还是那个嘛 各自都在算自己的账嘛 所以你们俩真的要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 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谢谢大家